前少年在路口狂奔 竟然還自帶特效 大量白色煙霧瞬間瀰漫空氣中 仔細一看 原來他們拿滅火器一路亂噴 柏油路面被厚厚的乾粉覆蓋 機車騎士驚險閃避 是吧在新北板橋 汗生西路12號晚間8點多 18歲高興男子 相約三名未成年的朋友 偷走文德里的滅火器 一路狂噴嬉戏 隨後把滅火器丟在路邊 拍拍屁股掉頭就走 里長截獲居民反映 立刻報警 經擴大調閱軍事器影像 四名涉案男子 兩小時內通知涉嫌人 高難盜案說命 這名青少年被遺窃盜 及公共危險罪嫌 移送新北遞檢及少年法庭偵辦 則是有人拿滅火器亂玩 有人來不及滅火 失去寶貴性命 黑夜中火花事件 格外耀眼狂噴四層樓高 還不斷伴隨爆炸聲 消防隊員心急如焚 因為車上駕駛還沒脫困 博士猛烈驚人 實在無法靠近滅火 草原觀音區 佔量作業中的戶外鋪路機 一次娃婆毅然氣體管線 導致兩千多萬的鋪路機起火燃燒 縮心駕駛逃生不及 當場滅喪火箍 後續將移送相關過失行為 燃至地檢署政辦 罗檢書下令開罰業者 並要求該工程停工 全面調查地下管線情形 但事後再怎麼開罰成處 終究換不回駕駛一條命 接著劉志然 中材陽 陳冠宇 新北桃園報導